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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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廉指标是以摆动原理判断资产价格 在某一段时间内超买和超买的状况 它的波动范围是0至-100 指标值在0至-20的范围就表示超买 指标值在-80至-100的范围就表示超买 威廉指标进入超卖或超卖区 并不代表买入或卖出的机会 通常会等指标由超卖或超卖区 重新回到中间区的时候 才是交易信号 途中的价格和指标线已经进入超卖区 在指标由超卖区回到中间 才是沽货信号 至于这里的价格处于超卖状态 在指标重新回升到中间区的时候 就是买货的信号 威廉指标多数会和整体趋势结合使用 以确认趋势是否延组 当长期处于上升趋势的时候 通常会在价格回调的时候 尋找逢低买入的机会 这个时候就可以参考威廉指标了 判断超卖水平来确认买入的时机 途中三个圆圈连成一条上升趋势线 在这个上升趋势里面出现多次回调 圆圈是每次回调的价格低点 三个低点对应的威廉指标 都是由超卖区回归到中间所发出的买货信号 预示回调可能已经结束 将会继续延续上升趋势 在上涨趋势的回调里面 每次威廉指标发出的超卖信号 都可能是预示逢低买入的机会 至于在下跌趋势的反弹里面 每次威廉指标发出的超卖信号 都可能是预示逢高沽出的机会 还有背持的应用 分为高位背离和低位背离 高位背离是指当价格创新高 而威廉指标没有创新高 预示价格或者会出现回落 是沽货的信号 而低位背离是指当价格创新低 但威廉指标没有创新低 预示价格或者会出现反弹 是买货的信号 不过实际应用 通常会结合其他指标使用 来确认信号的可靠性 当多个技术指标 在同一时间发出一致的交易信号 信号的可靠性就会更高 中文字幕提供